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世界银行今天表示 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5.2% 而这个数字也是自19世纪以来 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崩跌 那么在疫情和经济萧条的双重打击之下 美国的种族冲突风波已经延烧到全球 在内外加工的情绪之下 美国11月份的总统大选是否还能够顺利的举行呢 另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副手 是否会给诡决多变的选情带来变数 我们现在马上透过电话连线来和今天的评论员张军张老师 来讨论刚刚所列举的一些问题 张老师你好 美琪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老师我想全球对于美国种族冲突的风暴 目前还是没有平息的情况 虽然对于商店还有无辜民众的打砸抢的情况 已经有平息 可是总统特朗普还是有提说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他强调他自己是美国人民的法律秩序的总统 所以他还是不排除会派国民兵出来镇压这些暴徒 那么他这个言论事实上是遭到前国防部长Madis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Maddox的反对 那他的反特朗普的言论呢得到右派的支持 然后也得到左派的更热烈的支持 所以我想知道说Madis的这第一枪呢 他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结束 还有另外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前任的国防部长 那么前任的部长难道分量还是这么的重吗 这个Jim Maddis呢 他当然自己呢还确实有自己的这个分量 所以您刚才提到 他是一个这个离任的美国的国防部长 那为什么他有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我觉得主要是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就第一他当然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当时的四星上将 所以呢他有在军中的有非常高的威望 这是第一 同时呢他历史上也服务过多任的不同的总统 所以党派色彩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 因为他也服务过民主党 也服务过这个共和党 那么跟在前一段时间这个经常批评 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清一色的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前军事将领 那他当然有不一样 那么再者呢就是他是这个当特朗普 刚刚上台入主白宫的时候 那他呢是其实是这个共和党 这个体制内的很多的大佬强力推荐的这样一个人 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本人他不是一个职业的这个政治人物 所以刚刚入主白宫 确实需要很多有专业的或者是这个非常了解情况的人 所以Jim Mattis当时因为他是一个刚刚离任的这个将领 所以依照美国的法律你并不可以立刻的入阁 所以当时这个国会还为他呢 专门通过了一个一个特别的法案允许他这样做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特朗普总统对这个Jim Mattis还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评价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Mad Dog 那么实际上看上去像是一个灭城 事实上是特朗普对他的一个尊诚意思 就是他在军事上非常有才华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离任了以后 当然他的离任其实多少有些争议 一方面呢他当时的离任是因为对这个特朗普总统 突然宣布在这个叙利亚的一些军事的这个action 那他表示不同意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他辞职 那么后来特朗普总统发的推文里面意思是说 是我让他辞职的 所以这个不论怎么样 反正他现在是一个离任的 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个军中几十年的生涯 那么第一威望非常高 第二呢他也是一个专业型的 也写了很多的书关于美国的军事战略呀等等 其实他的军中还是有很多的门生 那么这些门生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战友 你比如说像前白宫的这个幕僚长 这个凯利将军 那么其实也在第一时间出来支持他 包括还有其他的像现任的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那虽然没有明确 当然他也是现任 虽然没有明确的支持 但实际上他在之后发表的声明 也基本上是反对使用 就是他不认为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示威游行 和这个暴乱的局势 足以能够justify让美国的这个正规军进入 并且对他们进行镇压 所以呢 Jim Mattis呢 我觉得他出来讲话 确实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分量 不过反过来 这个也有人说呢 就是毕竟他第一呢 是不论他是怎么走的 是特朗普确实他是离开了特朗普的内阁 所以呢 这个他出来以后心生怨恨 那么对特朗普说一些批评的话 也是情理之中的 那么究竟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美国11月份的总统选举 那这个我觉得只有让这个事实 让这个历史来证明 但毕竟呢 就是他出来以后 那么先后也是有凯利将军 有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 当然也是一个著名的将军 叫这个鲍威尔或者叫鲍尔将军等等 那么都纷纷出来对他的讲话的表示支持 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退休的将领 那么出来表示支持 但确实呢 这些人毕竟是离开了 是 那个这些将领出来反对特朗普 最主要是因为特朗普 他这个压死大象的最后跟大稻草的这个命令 让人家非常的反感 就是说他用这个national guard来压制这些示威游行的民众 那当然其中有些是暴徒 可是有很多人 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游行来达到他们诉求 那这样的行为被总统想要用这个军力来压制 就受到很多人不满 可是呢我们又话又说回来 特朗普其实并不是美国史上第一位用national guard 国民兵呢 来镇压世卫游行的总统不是吗 对 那这个当然情况会非常不一样 因为美国呢有所谓的这个insurrection act 这当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那么历史上呢 这个从现在到从历史到现在 那么使用的次数确实是非常有限 并不是多 这个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确实也使用过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艾森豪威尔将军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肯尼迪这个总统 当然艾森豪威尔将军 后来他是选了总统了 那么当时的使用 包括后来的老布什这个总统 都曾经援引过这个法案 那么不过你比如说像这个肯尼迪总统当时援引 那当然还是希望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队 来到美国的南方去 因为当时这个种族的冲突 种族的这个歧视等等情况非常严重 上时期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么老布什呢 他当时援引的时候是因为在这个洛杉矶发生了 这个因为Ronnie King先生的这个警察的动促 那么爆发了也是暴动 那么当时韩国城还遭到了重创等等 所以这个法案本身倒不是说没有人使用过 只不过就是任何时候在美国如果使用这个正规军 那么来这个镇压 或者是这个控制美国国内的示威游行和骚乱的局面 那么这个在美国很多的法学界的人士认为 那还是要以尽量的谨慎为好 因为原因就是美国的宪法规定 美国的国防力量 那么它主要是为了抵御这个外面的侵略 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的这个和平示威 甚至不一定是和平 但是如果这个警察包括这个各州的这个国民兵 如果能够很好的控制局面的话 那么在除非在极端这个危险的情况下 那么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这个法学界的人士 就是政治人物这个政治的领袖都反对使用美国的正规军来 来对付这些示威游行的甚至是骚乱的这些人 我们再回来讲这个示威游行 黑人的命也是命就是这个所谓的Black Lives Matters的 洛杉矶分会的召集人 同时他也是一名教授叫做Melina Abdullah的教授 他说他们其实是故意把这些示威游行的民众放到白人的Afflin 就是富裕区来进行示威游行 因为他们觉得说只有到富人区进行这些比较 比较暴力一点的这个游行跟活动 才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对他们黑人长期在美国社会 遭受到不公的这些待遇引起重视 所以他们说他甚至还说民众不应该把商家的财务损失 跟黑人的生命画上等号 您怎么看呢 我相信就是这当然每个人都是 我觉得在美国宪法里面 每个人都有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第一个当然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 不论我们在这个媒体里讲 或者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位教授 他如何去这个抗议也好 抗争也好 或者是这个宣导也好 那这当然是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 那么同时呢 那当然这个美国他同时也是一个 在这个法律要求就是在宪法 行使你宪法修正案权利的时候 那当然你同时还是要这个不能以暴力的方式 所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 这个包括很多的黑人的民权领袖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也不断的这个出来呼吁 比如说像这个美国一些南方州的 这个比较大的城市的这个市长等等 我指的是黑人 他们也都出来说呢 就是第一抗争是必须的 那同时呢 因为这个弗洛伊德先生 这个不幸的死亡 那么确实呢要引发美国的一场 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讨论 就是要改革美国线性的司法体系 那么使到这个黑人 经常的被这个白人警察动粗 或者不仅仅是白人警察 就是这个被这个警察单位动粗 那么形成了一个按照很多人说法 形成了所谓有系统的对黑人的歧视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但基本上绝大越来越多的 这个即使是黑人民权领袖 也是主张以这个和平的方式抗争 至于他抗争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倒也没有明确的说 你只能在黑人居住区去抗争 而不能到比如说 比华丽山庄的地方去抗争 只要你的抗争 你的市位是这个所谓和平的 那确实你又享有了 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对警政制度的一个检讨跟改革 就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刚刚收到一条消息 他是说这个Minneapolis 也就是这个George Floyd 被警察用膝盖压脖子的 这个城市的警局 已经决定要解散了 但是其实OK 这个可能是警方对这整件事情的 一个很明确的负责任态度 但是我觉得就这样急就这样解散的话 对于那些善良老百姓来说 其实也不公平 因为你一个警政单位的解散 那你还没有好的配套措施 那对于那些可能会遭到 这个世卫游行当中的暴徒 所侵害的这些商家跟民众 你要先想好措施 要不然等到这个警局解散 然后有些有心人士 在利用目前没有警察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这个烧杀掳掠的话 对这些无辜的民众来说 不是非常的不公平吗 您刚才提到这条消息 当然第一我们确实还要看未来一段时间 它如何的发展 发生和发展 那么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包括抗争的或者是觉得一直受到歧视的 很多的族裔的团体 包括黑人族裔 非族裔的团体 他当然觉得就是law enforcement 就是这个警察单位当然还是非常重要的 别忘了 这个虽然这个白人警察 这个这次的这个把弗洛伊德先生 动粗使到他不幸身亡 那么这个当然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 但是确实在很多黑人居住区里面 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也是存在的 这个刑事犯罪不仅仅是存在白人区 或者是华人区 那么其实更多的这个黑人社区的朋友 他们当然也呼唤所谓的law and order 也就是要有这个法制 要有这个司法单位的严格的执法等等 所以我跟这个很多的这个民权的这些团体的 这个从他们的一些报道啊 包括他们的一些演讲 你就会看出来说 第一呢 他们当然认为就是确实现在是一个成熟的时机 就是这个因为弗洛伊德先生之死 那么来进行一场全国性的讨论 就是如何第一能够大幅度的改革 美国的现有的这个警政和司法的体系 那么使到每一个族裔都觉得 他们是在被公平的这个执法 第二呢 同时当然不能容忍 这种各地出现的 陆续出现的 最近当然好一些的 所谓的烧杀抢烧啊等等 这些犯罪的行为 因为这个事实上 对于弗洛伊德先生 纪念弗洛伊德先生也是非常不敬的 因为他肯定不希望 因为他的这个不幸的死亡 而导致了全美国各地的这种 这个烧杀抢啊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至于说是否要解散警察局 解散警察局以后当地是如何来维持治安 那当然明里苏达他们肯定有他们的一套的体系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觉得就是警察 当然是一个这个法治社会所必须存在的一个机构 那么至于警察是否需要改革 我想绝大部分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 当然是需要改革 这不仅仅是针对非洲裔人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 那么事实上对其他的这个族裔 那么当然他我觉得都应该参与 包括像华裔都应该参与到这次的这个 这样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 弗洛伊德先生的契机 那么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讨论 我觉得这当然也是非常必须的 至于说要把这个警察完全取消 变成无政府状态 我觉得明里苏达不会这样做 更多的美国的其他的城市州也不会这样做 对啊您说到这个话应该参与 据我所了解 好像日本跟韩国现在有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也是世卫抗议游行活动正在举行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媒体 有很多人就觉得说美国媒体这次是过度报导 这个警察被这个就是过度报导 这个示威者呢 这个打砸抢的画面跟视频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参加示威民众 被美国警察以催泪弹啊 还有这个橡胶子弹啊 打伤的这个行为呢 轻描淡写 他们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您看你是怎么看 这次美国媒体报导这整起事件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们也是这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成为他们的圣经 所以说他们非常在乎自己 这个讲话和表达的这个言论媒体 新闻的这个自由的这个部分的权利 新闻媒体的报导 坦白说新闻它都有它的这个特点 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有新闻性 那当然大家集中就要报导 比如说这个绝大部分美国警察的执法 那当然是每天是在保护 美其你跟我的这个居家的安全 我们在路上走 感觉比较安全 但这个绝大部分警察这样的和平的执法 或者是为了大家安全的执法 肯定是不太可能得到什么报导的 也只有当警察动粗的时候 早知了弗洛伊德先生 还有其他的非洲裔的一些人不公平的 这个这个很遗憾的失去生命 那个当然会引起这个媒体单位的高度的这个报导 高度的关注 反过来也是一样 和平的示威很多的时候 媒体关注的程度就不够高 那当然更耸动的新闻 比如说有人被这个辣椒枪打到 有的有的人被橡皮子弹 有的人在示威游行当中进行这个 这个假示威游行之名 行烧杀抢掠之实 那这个当然会引起媒体的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媒体的所谓 宪法第一修正案 第一是赋予他们的权利 第二也是他们的特点和特性使然 对 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次的一连串事件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员拜登 他的人气就是越来越高涨 那么您上礼拜有说 现在这个人气都还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选举毕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到11月将近五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你是觉得说 现在看民调看人气都还不准 但是上个礼拜前国务卿 也就是鲍威尔 他其实是共和党的国务卿 他竟然都还出面表态要支持拜登 那所以这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的 这个拜登 他的人气不但会越来越高涨 而且有可能翻转11月份的选举呢 鲍威尔将军 我顺便提醒各位一下 鲍威尔将军 他当然是民主党 而是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曾经的国务卿 在这个布什的任期里面 不过呢 就像他在2016年的那次选举 他在选举之前 他就明确表态 他那一票不会投给同为共和党的 这个特朗普 所以他不投给特朗普 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那么他当然他这个2016年的时候 他并没有明确地说 他要支持希拉里 那这次呢 在周末的时候 他明确地说 他这一票会投给拜登 当然鲍威尔将军在美国 他是一个黑人的将军 那么他也做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确实呢 在美国这个朝野 还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尊敬 他的讲话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拜登的话 那他对鲍威尔这个不请自来 主动地为他背书 我相信肯定是欢迎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时候的鲍威尔的 这个这样一票 这样的背书 那么究竟多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11月 我认为这个时间确实还非常长 现在呢 这个拜登 也正在去往这个 这个休斯顿的路上 因为他要去看这个弗洛伊德先生的家人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 因为有这个很多民主党人批评 就是特朗普总统 那么这个时候对 这个解决警民的这个矛盾 似乎没有什么办法 尽管特朗普总统 在本周的时候会有一个据说 那么据报道的 会有一篇关于美国种族问题 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演讲 我想拜登这时候去看这个弗洛伊德的家人 其实他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 毫无疑问 他当然是看中了这个 在即将发生的11月份的这个选举 但究竟今天发生的这些事 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11月 我觉得确实还是充满了变数 比如说在上一周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经济 尽管这个因为COVID-19的原因 经济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 但事实上在最新的这个经济的数据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做股票 这个股票的市场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么同时的美国的新增的就业 在4000多万人失业的情况下 新增的就业大概200多万人 这个虽然跟4000多万人比还差了很多 但毕竟它确实是让很多的经济界的人士 看到这个经济复苏和反弹 确实比想象的可能还要强劲一些 那当然要取决于COVID-19未来如何的发展 还有就是这个拜登的副手人选 也会很关键的影响 11月的选举结果不是吗 我觉得副手当然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把副手推出来 那么对于自己的选举那当然肯定是有拉抬作用 不过呢这个就像在以前节目里 我跟你讨论过的美其 我始终认为就是美国的民众在10月份去投票的时候 他们主要当然我想overwhelming里还是要投谁是正手 也就是这个总统是谁至于他的副手的部分 我认为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这个作用恐怕有的时候会被很多人把它夸大 认为到这个副手的作用 它是可以决定胜负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可能暂时还觉得 现在宣布副手的时机并不成熟 他可能还要在等于 但有一点至少他之前的宣誓 是说他必须要找一个女性 那么非常有可能这个女性可能还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 所以呢使得他的这个寻找这个副手的这个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究竟谁会出现 之前各种各样的传闻 包括像Michelle Obama都在都在这个被人提到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更更重要的 可能基本上他选择的可能还是来自几个相对比较重要的州里面的 这个黑人的女性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好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为止 其实在这个疫情跟警民冲突的冲击之下 一般的老百姓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美国 都是从媒体上报道的 那么一位密西根州的警察叫做Chris Simon 他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表示 他说佛洛伊德案件呢 让他一下子从被民众赞许的这个疫情下的一线工作人员 沦为人人喊打的警察 他一度难以接受也感到困惑 不过当他脱下警帽 主动向民众拥抱 而且被暴以热烈掌声的时候 他理解到老百姓的诉求 那么这个名叫Chris Swanson的警察 他所任职的密西根州的福林市 在全美示威游行当中发生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家店被砸 也没有百姓伤亡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常美洲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